哈喽大家好,我是安慕,我又来了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这款是一个拳头套 就是咱们平时做的比较多的,一般都是头顶发片 这头顶发片就是适合那种 咱们边上的后面是正常发量的那种 大家都知道,假发要跟自己的头发融合 它效果才会更逼分 那么哪一种人群适合拳头套呢? 你创成性拖发,就是整个头 就是没有多少头发,自己呢,边上没有太多的发量 去跟假发融合的那种 我们会选择的就是拳头套 肯定很多人都会问,拳头套和头顶发片 来个很真实的吧,这个怎么说呢 头顶发片就是直做的头顶 头套的话是附加在我们整个头皮上的 我现在在的机会就是全头套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侧面看一下 再 再加清晰 接下来我取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体的细节 是什么样子的,它用的是什么,在说 工艺,工学家的呢 取代是很方便的,你看单上 放下一拉,整理一下发行就好了 这个的话可以贴面,也可以贴照片 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带在头上,它一样的可能性 不算是它 取下来 那么我们这款全头套,它头顶也是反正头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分开物子 我们一样可以看得到,再一看 它是跟我们自己头皮的颜色是一样的 它是防着正面头皮 可以看到,后点点,哪里分 这是我们正中的头皮 你发现也是不变的 我们前额呢,你可以看一下,前额也可以,也是可以贴照片的 比如说我们想让它更佛贴一点 或者说前尾要看得更老一点,我们前面也可以贴个照片的 它头皮一样的不过去 比如说平时我们不想贴照片的时候,直接套在头上就可以住 平时怎么带呢,我们把它放起来 如果贴了照片的话,我们可以贴照片好 放起来还是一样的,比如说前后 你看,差不多它流感,摸在哪个地方 后面第三点 先看一下 就带好了,就跟你带帽子的一样 带场就不出来 我们只是休闲还没有打东西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打一点东西,让它效果 所以我们打完东西的话,就是可以去调整它的弹性度 然后到它的顽底已经流向了 所以,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我们就还调整自己喜欢的感觉全弄的,去造成就可以了 大家看,稍微给它弄了一点微信的造型 大家看一下它这么在 大家看一下头皮 啊,头皮 不管你从哪里看 它跟自己的皮和头皮的颜色是一样的 有些那么小伙伴可以在视频下方 开闷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